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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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淡水就像大家來看到就是可能淡水河啊然後觀音山 我在經過這樣子的導覽之後我看這些景點已經不再是淡水河啊然後觀音山 一般單純的景點 原來在一百多年前就有這樣子的宣教師啊 馬姬牧師啊然後女宣教師來到這個淡水 然後開創了這麼多我覺得是用生命在影響生命 一百五十年前馬 ami博士來台到淡水宣教 創辦的淡水女學堂是台灣第一個女性文化地標 淡水女路結合當地旅遊觀光 以及特有的女性人文風景 並且創造女性二度就業機會 由淡水區公所社會局婦女服務中心規劃 連結新北市社區旅學關懷協會 與旅學堂開設的導覽人員培訓課程 今年邁入第二屆 金姑娘跟高姑娘就任命為這兩所學校的校長 像金姑娘就在女學校 高姑娘就在婦學堂當校長 我們就設定了第二屆的重點是在姑娘樓 姑娘這些外國的女宣教師 她們怎麼樣犧牲她們自己的青春 來奉獻在這一塊異鄉的土地上 那這個姑娘樓的部分的話 就是講完之後 我們希望她可以延續到給台灣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2.0的淡水女路從後馬街時代書起 延續女學精神 兩名女宣教室來到淡水展開婦女教育工作 姑娘樓就是當年女宣教室的宿舍 兩個小時之內的一個導覽 讓她們自己去設計主題 她們從這個姑娘樓出發 幾乎都是聚焦在所謂的夢想 夢想的追尋 就是如果一個女性她想要追尋夢想的話 不同的年代她可能會遇到不同的處境 然後在這個主軸之下她又跟來參與導覽的朋友 就會跟他們對話 就說那你的夢想是什麼 所以這一屆比較豐富一點 就是讓大家各自去找尋 對自己有影響力的女性 所以就會看到我們這一屆的學員 我跟他們講的是說 以姑娘樓為核心 就是對往外擴兩個小時的行程都可以走 我用藝術想念來結束今天的里程 不曉得在今天的定點當中 哪一個故事哪一個定點讓你印象最為深刻呢 30小時的導覽培訓課程 包含性別意識 在地女性故事 以及多元技能培育 讓有意願重返職場的婦女 得以用在地女性的角度說故事 更重要的是走出家庭後 重新找回自我和自信 其實我第一屆是參加這個導覽的內容 我是觀眾 其實在完成這一次的培訓過後 我非常希望能夠把我們這個 這當中所學到的能夠 透過導覽的方式再呈現出來 讓更多想認識淡水的人 也可以看見我們的看見 那女路我剛開始是有一點 但是女字這個其實很清楚 她路那個字我就不知道 我就不是那麼的理解 就是經過這樣的課程 其實她講的是一個理律的部分 就是女性自己走出來的一條道路 女路我覺得就是女子 然後她用她一步一腳印 然後看見自己生命的價值 走出來的一個生命的道路 其實我們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是不是可以為女性 種下一個改變的種子 她透過這個培訓 她不管是有沒有到就業 她對自己來說都改變了 透過淡水女路導覽培訓 讓素人媽媽們能自信展現家鄉特色 以在地女性的視角 述說著女性的故事 愛水女路 耶 你的是我的是都是新北市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在講究這個男女平權的時代 如何讓女性的力量能夠被看見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呢 其實做了蠻多的一個規劃 尤其近期呢還開發了所謂的一個 新北女路 目前已經開了第三條了 那依照呢各區的一個特色 我們去尋找有故事的一個對象 然後呢來營造我們社區的一個特色 那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其實我們就邀請了三位來賓 我們要談的是淡水女路這一條路線 到底要帶給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什麼樣一個感受喔 那麼首先來介紹 參加今天節目的幾位來賓 第一位介紹的是 我們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專門委員 林坤中林專偉 中偉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在介紹的是我們 新北市淡水區公所的區長 吳宗仁 吳區長 區長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介紹我們 新北市社區旅學關懷協會理事長 李奇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今天這個題目喔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因為我們要講新北女力 其實我知道新北市政府 他們在推動所謂的一個男女平權啊 然後希望能夠凸顯 每個女性的一個力量 是跟男性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有規劃了很多的一些成長課程 但是這一次呢 他走的是所謂的一個新北女路這個路線 那聽說我們已經開發了第三條了 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背景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發想 莊惠 我想我們新北市推動性美平等 我們有一句話常常這樣是說 生活之中無處不性別 也就是說每一件事情 它都有性美平等加一個內涵 所以我們如何讓這個性美平等 這樣一個平權的意識 能夠深入到每一個民眾的行蹤 所以我們要在生活之中 去看到很多的一些習慣 或是我們一些活動裡面 我們慢慢去把它融入 尤其是我們在業務之中 也應該把這個性美平等 這樣的一個概念 讓每一位通人能夠了解或理解 所以呢 我們就透過我們在各地方 看到我們有許多 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動 或一些方案裡面 然後我們來合作 這樣做一些包裝 然後從這裡面發展 看到一些性別的元素 那我們打開我們性別眼睛 然後從這裡面 我們來去發想 然後來去推廣 讓大家知道新美平等的重要性 所以新美旅路 這三條 也就是以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個基礎上 慢慢去發想 跟發展出來的 那目前的這三條是哪三條 它應該是各有它的在地的一個特色 對不對 那第一條是共雅海旅旅路 那這是一個海米文化 第二條是我們金銅旅路 那這裡面有煤礦 有旅礦工的一些故事 那第三條就是我們的淡水旅路 那這裡面因為我們有首座的 第一座的女學堂在台灣 第一座就在我們淡水 所以它裡面非常有一些故事性 那我們從這裡面來去發展 我想很多民眾 他也會想要了解這整個過程 從這裡面我們可以 讓我們看到我們的女性 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面受教育的 從過去的一些限制到後面 因為大家努力以後才有這麼好的成果 那對新美平等的這樣的一個發展 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向 所以您剛才提到的這個共雅 海女對不對 其實這是最近蠻夯的一個職業吧 因為可能從那個韓劇當中 我們原來台灣也有海女 所以然後再來就是金銅 因為早期是發展煤礦的 對 對 所以我們會有這個所謂美女 對 煤礦的那個煤 是 所以就是依照各地不同的一個特色 我們把挖掘一些女性的故事 然後由他們來帶領一些地方的一個女性 大家一起參與那樣的一個工作 所以如果說以共僚這邊來講的話 它等於是海女是一個逐漸沒落的一個 算職業嘛 然後現在需要有更多的年輕的一個力量加入是嗎 對 我想細美平等這件事 從重要政委到地方政委都是大家一起來 根據行政院的重要的性別 重要議題 每年它大概都會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工作指示 其中有一個就是提升女性的經濟力 那我們知道像在偏區裡面 很多的這些女性 這些朋友 她可能因為過去的受教育的一些限制 所以呢她在整個生涯的發展她受到一些限制 所以我們透過一些培育課程 跟我們有一些方案的規劃裡面 慢慢地去培立培訓她們 那當然剛剛主持人講到就是 我們現在有的這些海女 這些當地這些參與的這些民眾 他們可能都有高齡化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就來培立她們 然後我們把這樣的一個想法跟很多一些朋友來分享 然後我們在社區裡面做個包裝 那這幾年大家知道我們因為疫情的影響 我們很多的這個活動都暫停 很多的這些旅遊都暫停 所以呢我們市長 侯友宇市長她非常重視西北平等 她也很重視這個社區裡面 她這裡推動了一個小旅行 也就是說我們把西北平等 跟這個社區小旅行做一個結合 然後從這個地方 歡迎很多民眾來參與 那透過這樣的發展社區的禁忌 我想對她們的這個生活 應該也有多少一點幫助 那因為我們今天談的是淡水對不對 那為什麼選擇淡水 做為我們第三條旅路呢 因為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是淡水我們有首座的旅學堂 各位知道在早期 我們這種縱男群女這種觀念 事實上是深入在社會的每個層級 那因為這樣子對於很多女性朋友 她的直接的自由對於她的一些的 未來的一些生活跟工作上的表現 事實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是 所以我們在推動這個西北平等的時候 我們總是希望說讓民眾能夠理解 這件事是很重要 而且我們應該把一個成功的案例 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鼓勵大家 所以呢 在淡水我們發展這個淡水旅路 我們就透過我們從過去 這個女學堂的設置 就是當時怎麼去招生 然後找到這麼多的女性的這些人 來因為參與 然後透過教育以後 可以看到她整個生活跟工作的改變 我想這件事情裡面 可以說是台灣 這個女性的這個教育裡面 是非常成功的一個 一個模式 然後我們透過一個導覽的訓練 我們把這些想法 然後來跟很多民眾分享 他們對這個也很有興趣 這也是歷史一部分 就由我們這女性的導覽員來去介紹當地的這些故事 我想她對於大家融融性和平衡的意思 會很有直接的幫助 是是是 那我想請教這個區長 其實剛才我們那個專員有講說 有這個金銅旅路嘛 然後有這個貢寮旅路 但是淡水相較於這兩個區 其實它更加現代化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我們的淡水旅路 它有什麼樣的不一樣的一個特色 淡水的特色是 它是一個在台灣非常有名的觀光景點 淡水一年來有將近六百多萬的這個遊客 那淡水它另外一個特色 就在淡水四百多年來 其實它有豐富的這個歷史人文 真是有深厚的這文化內涵在 那在馬街博士他在1872年 他來到淡水 來到台灣 那他也把一些西方的一些文化什麼 都帶進來淡水 那也因為這樣其實淡水很少就 很早就接觸到西方的文化 所以淡水在女路 其實是呈現的也是很多元 就是不只是某一個單項 那再來就是說馬街他把這些西方的文化 帶到台灣之後呢 同時因為他也很注重這個女權的部分 但是認知他老婆 也是娶五穀的女子張聰明做夫人 那再來就像剛才中緯所說的 他在1884年他成立一個女子學堂 他成立這個女子學堂就是來招收這些台灣的這些女生 因為那時候其實在清朝的時候 女子的地位非常低落 那讓這些女性的同胞可以接受教育 那不只是接受教育 因為以前西方他們那邊的教育 他也是不只是讀書四字而已 他甚至很多的工作可以做 那所以他也孕育了台灣第一位女醫生 叫做蔡阿信 那所以說讓女子有受教權之後 可以慢慢的他們這些女性同胞 他可以更彰顯他們在不只是家庭 他社會服務上很多的一些工作的成就 那我們淡水區公所就跟我們社會局這邊合作 那也我們找到了我們李齊理事長這邊 我們來合作來就是說 希望說藉由這樣的一個旅路的介紹 我們用導覽課程的方式 就像我剛才說的 淡水一年有將近六百萬的遊客 那我們就是招募這些有興趣二度就業的這些女性同胞 他們在公所這邊來上課 上課然後來用來充實 其實課程很豐富 等一下後期老師會講 在他不只是針對於在地的歷史的認識 那甚至包括導覽的技巧等等 那藉由其實包括其實很有創意的就是 李老師這邊他有創意的時候 藉由不同的主題 他會穿不同的服裝 像如果說那時候古時候 就是穿那時候的古裝來做導覽 那讓遊客可以更親近 那所以說這樣的一個導覽的訓練 二度就業的訓練 讓這些想二度就業的這些女性同胞 他們有一個途徑很好 那也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這些觀光客可以更認識淡水 然後犬移默化的把這個女性平等的議題 然後在生活中呈現給大家 是那李奇理事長其實剛剛區長有講到說 導覽嘛對不對 如果只是一般的導覽那也不用特別去做介紹吧 因為可能各地都有那些觀光導覽 但是你們的導覽是不一樣的 那當初是怎麼樣的一個契機 讓你們跟這個社會局 然後跟我們區公所這邊來去做結合 好 首先就是因為社會局這邊他有在推動的新北女路 那有設定第三條女路是淡水女路 那因為我們本身就是淡水這邊的居民 那我們就希望是說把淡水的特色 跟這個淡水女路去做結合 對那本來就是在做導覽的這些老師呢 他們有非常多的文實底蘊 那也很了解這些過去的這些歷史背景 那怎麼樣在歷史跟女性性平的這個部分的議題 然後放在這個方案裡面 讓真的想要二度就業的婦女 她可以透過這個方案 她得到一個重新好像重回職場的一個信心 這我想是我們首先一開始的時候的一個想法 初步的想法這樣子 那因為就雙方 三方 多方 我們這邊非常多 越來越多人參與 然後現在連店家都很熱情 連店家都非常的熱情 說你們要來介紹很好 對我想這是很棒的 所以你們介紹的都是我們在地的故事嗎 對不對 那可是你看我剛看你穿這個服裝 我就想說我們是怎樣穿越了嗎 來到了這個明初的那個時候嗎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一個穿著 跟你們的導覽什麼關係 有啊 因為剛剛講到1884年成年那個女學堂 那那個時候的衣服其實是漢人服裝 是漢服 然後呢 隨著時代演變 那是不是到民國 到民國的時候女學生大概是穿這樣的一個衣服 所以我們在這個古蹟前面 去扮演這樣子的人 在說故事 這個女性她活好像真的像穿越劇一樣 然後讓大家可以覺得說 好像真的這個女生出現了 對 那我覺得這個創意導覽的方式是 我們滿強調是集體創作 因為我們這些二度就業的婦女 他們平常呢就是喜歡帶孩子說說故事這些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有表演欲 然後大家就會開始你一言我一語 就真的是一個像共學團 那在這樣的共學的氣氛之下 大家會覺得說很珍惜 這種這種學習跟以前的那種被逼迫式的 是不太一樣 現在大家非常的珍惜 我們幾乎都是晚上8點洗完完 然後哄完小孩子功課開始線上會議 對 這個其實是滿自發性的 我覺得淡水女路有一個滿大的特色 就是大家凝聚力很強 然後大家就是很願意的 用各自的強項去補強別人的 像我這件衣服啊 我們就是覺得說 我們這個第二屆要有一些特色出來 然後我們就去翻 你明初 我們想設定這樣明初的女生 然後翻出來之後 我們就有一個很會做衣服的 這件是她幫我做的 對 就是量身訂製的 對 所以其實我們是大家互補 然後我覺得在這個學習過程當中 除了把淡水女路的 好好的去做一個呈現 其實大家都爭能 然後也都學習到 怎麼樣未來在職場上的一些技巧 是 那你剛才一直有提到說 二度就業的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你也是二度就業 然後是有受到社會局這邊的哪一些課程的一個培訓還是 我還沒有到培訓這一塊 我其實二度自己就創業 所以是自己先創業了 對 我先創業 因為其實二度就業有點難 然後我其實也真的受到有蠻大的一個衝擊 就是反正大家都有某種原因 離開職場 離開職場 那孩子在長大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雖然很盡心盡力的去照顧孩子 可是相對就是在職牙生涯上面 是有點就少了一塊 那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我就自己會想是說 我想怎麼樣去兼顧 所以我就是去做一個創業 那因為先生是導覽老師 所以我等於就是幫他做企劃 那這樣子一個過程當中 也讓社會局看到旅學堂 那這樣子 聊一聊之後 我覺得我好適合來做這個方案 對 因為我最了解二度就業的 有一些什麼樣子的 對 就是說他們的需求在哪裡 然後他們的困難在哪裡 好 那像我剛剛講的 八點要開會這件事情 應該沒有幾個 對 很多的職業婦女來講 其實很辛苦耶 對 那個時間點 他可能已經累了一天了 他們其實不是職業婦女 他們就是 就在家裡帶小孩 對 因為白天都是在忙小孩的事情 對 所以真的只有小孩 就是準備睡覺的時候 大家才有辦法可以學習 對 然後我們今年的培訓 也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遇到疫情 所以都是採用線上 那線上你想想看 大家都同學之間 用線上在試 對 這樣子還能夠做成果展 我覺得真的好了不起 我很好奇那個成果展 是什麼樣的一個內容 不過我想先問一下 會不會就是因為說 大家都是可能二度就業 所以就很珍惜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那個凝聚力會更強 對 那我覺得這也是有第一屆的經驗 我們在第二屆當中 我們學姊他們有一些經驗 所以也是做傳承 所以你是第二屆 我們是從第一屆就開始 從第一屆就開始 對 就應該說 我這邊是從第一屆就開始 參與這樣的方案設計 然後一路陪伴他們 就是第一屆的結訊 然後再到第二屆 那我想我們應該會繼續下去 是嗎 那莊我請問一下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培訓內容 到底是什麼 我很好奇 那個怎麼樣的一個課程 然後到結果出來 是可能透過戲劇 透過那個特別的一個服裝 一個穿著 然後我們去介紹 我們在地的特色 你們當時訓練他們 就是以這個為方向嗎 還是說後來是跟協會 激盪出的一個火花 在我們社會福利裡面 我們常常都是公司結合 對 就是我們公務員跟師傅務員 大家一起來合作 所以剛剛講到導覽訓練 這件事情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涵是 他在培立這些參與者 一個自信 是 他敢去說 敢去講 因為剛剛我們提到 我們有二度就業的婦女 也有一些弱勢婦女 他優先 他可以優先的報告 他如何培立 透過這樣的一個講解 介紹 他很容易地培立他的自信 不管為了他在這個導覽的工作上 或是為了他在生活工作上 其實他都能夠趕快去運用 剛剛特別提到 就是這個課程的設計 是 我想專家在這地方 這個是自然發展 市政府社會局這邊 大概只是一個出了框架 然後在每個地方 有他的一些在地的特色 這個地方 只有地方才能夠了解 所以有他們自然去發展 然後也很感謝吳區長 因為我們在公所 非常需要 像在淡水需要 我們這個淡水區公所的協助 他也大力支持我們 然後又跟我們建議 跟推薦我們這麼好的一個民間團體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合作 所以後面的這些的一些課程的設計 那主要就是大家一起 共同的努力去討論 去發展出來的 那我想這個 也看看學員的需求 因為第一屆有第二屆 那也看看第一屆學員的一些建議 還是什麼樣 然後我們一些專家學者 會給我們一些的提醒 然後我想這樣子的設計的話 會比較氣餒 我們現在所需要的 是是 那理事長是不是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在整個一個培訓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比較特別的一個故事 到底你們訓練了哪一些項目啊 好 首先就是歷史的部分 一定要先了解 像剛剛的女學堂的成立 然後她過去遇到什麼樣困難 然後她抓到什麼樣的對象 這些都是我們的學員 必須在這樣的老師 文師老師 這樣子一步一步的 很紮實的內容 不能出錯 最基本的就是導覽不能夠有一些 比較不對的資料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這個部分 請導覽老師來做一個說明 那第一屆是 以那個馬接辦女學的故事 那後來都延續 繼續延續 我們就是後來有女宣教師 從加拿大來到台灣 去做這樣的推動 所以其實在歷史的部分 我們有文史的專家 來去做一些課程的介紹 那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我們還是要有一些創新 包括怎麼說故事 所以像我們也有找了 像第一屆有找了洪正宇老師 來教大家說怎麼去說故事 然後也有找新奇兒的 創意協會的理事長陳寅君老師 來告訴大家說 導覽也可以是導演 就是這個部分其實不是只是背書 導覽也可以是導演 然後我們甚至找了攝影師 來教大家怎麼樣用腳本 來去做設計你的導覽劇本 對腳本分鏡嘛 對所以就是應該要有劇情 要有走位 要有道具 服裝 所以大家被這樣子激盪之後 會發現潛能整個被激勵起來了 對這蠻有趣的就是 甚至連我們剛剛講到的姓品 就是媽媽要上台 小朋友全部都是最好的觀眾 然後老公再幫忙做道具 對就是我覺得這個方案 是讓大家先受惠在自己身上 所以到底哪些人 可以來參加你們的培訓 現在是第二期剛結束 第二屆剛結束對不對 對 首先淡水區的居民 對我們先照顧我們自己的居民 那因為我們希望在地嘛 先讓自己的居民有共感 對就是在這件事情上認同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弱勢 那像二度就業或者是中高齡的婦女 她如果想要重回職場 她首先需要有一些自信心 那認識地方又有自信心 那來參與我們這樣的課程還蠻適合的 是所以如果說我今天想要去淡水去觀光 然後我可以向哪個單位來去申請說 我需要你們的一個導覽服務啊 首先就是我們協會嘛 然後區公所或是像婦女服務中心 他們其實都可以來結洽 那這樣子的一個導覽的一個過程 它大概是多長 然後你們就是沿途帶著他們 就是有個固定的一個定點 還是說就是到處的一個走動式的 我們現在其實有三條路線 所以其實我們會先詢問說 那我們三條路線的特色是在哪裡 我們可能會先做這樣子的一個介紹 然後再來讓他們先選擇 好 那以導覽來講 大部分都是預約兩個小時 那像兩個小時 因為我們的學員 我們會有真人行動劇 所以我這邊就會安排路線上 然後是哪個學員去扮演哪個角色 對 那像這樣子的話就是 我們會有別於其他的導覽 是從頭一個人講到尾 我們現在是有點像 走到一個地方就有一個驚喜 女主角就出現了 然後跟你說說話 然後跟你說故事 然後甚至像比較近代的 譬如說我們走到真理街 大家都喜歡吃阿給 那就真的有一個老闆娘出來跟大家介紹 阿給怎麼吃怎麼發明的 那像這樣子其實不是只有歷史 而是我們回到我們的生活 互動性很高對不對 對 然後像大家都知道阿給 就是這樣子打開來就直接吃 我們還會告訴你們 怎麼樣吃才是在地人吃法 還有這樣子 對 那是很有趣的一個導覽的行程 還蠻有趣 我們還有做這個線書 對 這個線書很特別 因為它是一個古法 它就是用針然後穿線 然後這樣縫製 沒有一根釘子 所以我們也會在 因為女子讀書這件事情 是我們的主軸 然後我們要學習 那我們就是去跟過去的人致敬 然後我們就有這樣的手作體驗 這樣整個感覺就是 明初時期的那個女學生耶 超像 對啊 然後我們的參與者 也可以換上我們的衣服 他們也可以 對 完全融入那個氣景當中 很多人都變完美 是 那我接下來請教區長 其實喔 淡水區公所其實有得到 110年度的一個性別平等的一個創新獎對不對 區公所契額金獎 這還蠻特別的一個獎項 那其實我們知道說淡水女路 它在第一屆的時候就幫你們打下了蠻不錯的一個基礎 那未來是不是可以再透過更多的一個結合的一個方式 然後有更多的創新服務 然後持續推廣下去 在去年我們是推淡水女路1.0 那1.0當然這邊 就是我們公所跟社會局合作 然後也跟旅學堂這邊合作 那當然就是 帶出一個比較有別於以往的特色的 一個女路的呈現 那就由這樣的導覽這樣戲劇的部分 來做彰顯淡水女路 那這邊也廣誇這個媒體的報導 那也廣誇好評 那當然也獲得這個契額金獎的肯定 那今年就像剛才老師所說的 我們在禮拜六就是 淡水女路2.0的成果發表 那藉由這些學員 他們在上課培訓的成果 呈現給大家 然後甚至我們也提供機會 讓觀眾來參與這樣的導覽 所以在禮拜六的時候 有好幾十個觀眾來參與這樣的導覽 就是兩條路線的導覽 那其實我自己的理想 其實是這樣 因為就像我一開始所說的 淡水很早就接受到西方文化 淡水的文化是多元的 那目前我們之前是以這個假設以馬街為主軸 馬街她的夫人 然後馬街她因為有宣教士 女性宣教士來 然後她成立婦女學堂這一部分 那當然這衍生到我們就是 關照在地的這些特色的女性 像這些阿給阿嬤怎麼來介紹阿給 其實淡水還有之前還有過世的鐵彈阿嬤 她也是淡水很有名的 她把這個鐵彈弄到台灣都很有名 那甚至像高爾夫球女將圖阿玉 她在淡水的高爾夫球上的一個表現 然後獲得這個你看 在全世界上表現得很好 那甚至像黃昌雄 我們說的 我們如果打開檸檬湯那個作者 她的太太叫做林玉珠 林玉珠是台灣很有名的 其實台灣有兩位有名的女性的畫家 一個叫陳靜 另外一個叫林玉珠 其實有些我們慢慢的有機會的話 可以把這些淡水的女路 這些女性的好的表現 一一的再來跟大家來介紹 那同時結合淡水的在地景點 來發展觀光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個契機 那就是藉由產官學的合作 來彰顯我們淡水女性平權的這些成果 是 所以其實有很多非常優秀 非常有成就的女性 那可能就是被男性的那個光芒給壓住了 但是現在透過這個女路的一個方式 我們重新讓這些女性的一個力量被看見 他們的一個成就被看見 所以除了說我們比較常知道的那個淡水 淡水河 然後著名的觀光景點可以看夕陽 可以渡船之外 我們是不是還有哪些特色經驗也可以推薦給大家 是 我們淡水其實大家耳熟能詳的就是 魚人馬條 紅毛城 還有老街 但是除了這之外 其實淡水有很多文化內涵的東西在 它除了有好山好水之外 淡水其實古蹟有40多個古蹟跟歷史建築 這個真的要走好幾個禮拜都走過完 那這除了古蹟歷史建築之外 雲門劇場也在淡水 所以你要看 不只是要看有內涵的表演 可以看 然後甚至雲門劇場的它的建築 那是黃申遠老師所做的 那它的建築的外觀 還有包括它周邊的景色都非常漂亮 那甚至齊柏林基金會它也放來到淡水 齊柏林空間它也在淡水 所以說在齊柏林空間裡面 大家要看一些祈禱的一些作品都看得到 那再來就是說淡水還有一個國寶級的老師 叫做莊武南 他是廟宇彩繪跟雕刻的專家 那他自己因為他自己也赤織來做一個錦繡莊 這個莊園裡面都是他收藏的 包括台灣包括大陸的一些石雕作品等等 那也非常豐富 我這個可能尤其是姬秀莊知道人很少 那另外的話 因為我在像剛才主持人說的 因為我在淡水服務的時間比較長 其實我都有一個整體的規劃 那所以說因為我跟陳成波基金會這邊也熟 所以說他也很願意把陳成波先生的一些畫 我們在淡水長老教會的廣場這邊 我們成立一個陳成波戶外美術館 那藉由陳成波的這些畫 然後美術館這些每一幅畫旁邊都是QR Code 你只要掃描手機掃描QR Code 就有他的影音導覽 那再來就是說 今年又是馬街150週年 150週年 我們在淡水圖書館旁邊的博卡 我們來做一個淡水的馬街故事一覽 也是一樣把馬街在台灣 因為大家都以為馬街就是拔牙或者什麼 其實馬街在台灣的貢獻最主要是 醫療、教育、婦女平權 那甚至他也引進了很多種水果在這邊 那我們就要把他的故事 藉由一幅一幅畫呈現 是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來賓的參加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